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懈怠 不退堕 这个就是什么 大雄大利 大雄大利的精神 所以也就是有精进的勇猛心 当然我们前面有讲 在哪个方向精进呢 不是只有在事项上说 我有做多少事 而是最重要的是 要回归到你这一念心 看着你的心 我现在有没有 起恶心恶念或者恶行 对不对 还是有没有生善 还是生善心善念善行 这个部分 也就是在事正情上来精进 所以是在正法上精进 不是无益之法 那这个精进力呢 其实也就是说 对外境 他能够突破障碍 才称为有精进力 比如说 有的人他修行 只是因为一只蚊子 两只蚊子 然后他就怎么样 不能安坐在那里 心就怎么样 就起烦恼了 或者是说 外面的噪音 也令他不能安住 如果你真的很精进的话 那这些都不是障碍 对不对 这些都不是障碍 所以有的人还没上山去禅修 他就先打电话 问师父说 哎哟师父 请问你 你们那山上有没有蛇啊 你们山上有没有蚊子啊 哇 像这样的心 如何精进啊 如何用功修行啊 你看佛陀以前都是在灵园 在深山里 就可以打坐 那山上要打坐 你说谈何容易 我们现在很多寺院的那个禅修 对不对 他们都是有帐篷 有蚊帐 都还要挂蚊帐 那当然佛陀那个时代 不晓得有没有挂蚊帐 我就不晓得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一种定境的时候 你外面的那些蚊子啊 那些有的没的 他都完全怎么样 不在意了 不在意了 所以要能够突破这些噪音啊 蚊子啊 的一种障碍 是不是 或者是说 要能够突破这个五欲的诱惑 五欲诱惑 你在打坐 结果小孩在看电视 哇 你心就怎么样 想说 还是来看个电视 比较好 对不对 比较 等一下再来做好了 你又动心了 像这个呢 会被那个外境所诱惑 这个心念 有的人就说 哎呀那没关系啊 我们先去看 看场电影啊 今天晚上不要打坐了啦 去看电影 好 像这种五欲的诱惑 我们也 不能 不能突破的话 就是没有精进菩提分 那还有呢 你还要能够突破自身的障碍 刚刚是外境的诱惑障碍 对不对 影响 外境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自身的这种影响障碍 是什么 例如说 腿麻啦 或者是这个酸痛啊 全身酸痛啊 对不对 或者是 昏沉啊 调局啊 让你心 啊 没办法 静下来 好 心一烦呢 就做不下了 我们常常是这样 好 所以 还有一种 你自身的障碍 也就是说 哇 你看到了什么 一些见光啊 见佛啦 见莲花啊 一些幻象的时候 哦 你就怎么样 很执着他 一执着这个也是什么 障碍 为什么 那下次呢 你就还会想要再什么 再去看到 对不对 那你想要看到 心就又怎么样 不清静了 好 不得定了 或者是说 你一执着 你高兴呢 就会去炫耀 炫耀 好 这个境界 那这个也是一种障碍哦 所以呢 我们修行啊 好 你自己呢 也都要在 这 那个外境 还有自己 好 身心这个方面 好 自己呢 都要能够看到 他的问题 所在 然后呢 要能够 勇猛的去对峙 好 然后不随自己的习气 好 来放弃 好 来退堕 好 跟快乐 好 无欲乐的这种乐 是不一样 好 我们常说 无欲乐啊 这种快乐 是比较短暂的 对不对 而且是 着重在什么 外境 因为有外境 得到的 对不对 因为有外境 然后去感受到的 这种乐 好 譬如说去洗温泉啊 很快乐啊 对不对 好 这个 听音乐 很欢喜 那这种是怎么样 因外境而得的一种 乐 一种乐的觉受 那如果没有外境呢 这个乐的觉受还有没有 就不存在啦 对不对 我没有去洗山温暖 哇 就没有那种 洗温泉的快乐啦 对不对 洗山温暖的乐 生的乐受就不见了 我没有听到好的音乐 那个乐受也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乐是 什么 因尽有的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喜 它不是因为外境而引起的 而是你内心怎么样 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喜悦 那这种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喜悦 不是因为拥有 对不对 我们常说不是因为拥有才喜悦啊 而是什么 反而是因为放下欲望之后 内心真正得到的一种怎么样 快乐 没有烦恼 对不对 身心清静的那种快乐 这种的 我们称为是喜 这种称为喜 你说它得到什么 它没有啊 譬如说 我今天 师父叫我说要常修布施 对不对 那我呢 真的 能够去 布施给人家 对不对 然后以前 布施的时候 还不会心甘情愿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点 舍不得 有时候还觉得 哎呦 布施太多了 心有点痛 可是到后来 你真的 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 你也就越来越欢喜 然后呢 对金钱也越来越不执着了 所以到后来你布施的时候 就怎么样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障碍 没有说 舍不得 那越布施 越快乐 那 这种喜 你说 你高兴什么 你得到什么 没有啊 可是就是怎么样 觉得 很高兴 对不对 它是一种法喜 以前没有的善法 我现在有了 心 得到一种法喜 以前会计较 哎呀 现在呢 不会计较了 能够随喜赞叹人家 心怎么样 哇 看到每一个人 看到每一件事 都怎么样 很欢喜 它再也不会说 产生 又悲苦恼 不会 这种呢 我们称为说 是 欢喜心 也就是说 学佛 他要有这种欢喜心 他才能够怎么样 他才能够怎么样 这种心灵品质 随时都有法喜 或者是禅悦 打坐 越打坐 越清静 越快乐 对不对 越安详 那这种呢 哎 禅悦 这个心呢 升起的话 那他就是 得到这种心灵品质 他才有助于 他的什么 得到的一些清静心 可以断除 种种的烦恼 妄念 对不对 最后才可以 有止有关 然后 能够开悟 所以 心得善法 也就是说 当你越修行 越快乐 越安详 越自在 越乏喜 那这样 聚足了慈悲 喜舍心 那 这种呢 也就是所谓的 绝的喜悦 也就是说 修行呢 你得到一个绝的喜悦 狗家邻居士 他就说 绝的喜悦 对我们现在修行者 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不会说越修行越苦恼 越痛苦越束缚 那你就修行一定有问题了 对不对 好 那反而是 借着修行呢 而能够体验到 我们生命的芬芳 对不对 这个生命啊 多难能可贵啊 能够 更以感恩的心 来看生命中的一切 哇 那你真的是什么 欢喜啊 所以你如果 觉察到说 我们这个 真心啊 真如自信啊 我们这个佛性啊 多不思议啊 多不思议啊 对不对 睁眼就能见 对不对 打开眼睛就能看到 耳朵 只要醒着就可以听到 要说就可以说 要拿个东西就可以拿 举手投足 你看多么不思议啊 这些 这些 就是什么呀 让我们足够让我们欢喜啊 所以你能够体会到说 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啊 是多么不思议 多么难得 好 生命呢 诶是 无量因缘成就出来 是多么可贵啊 所以呢 你就用这样的 欢喜心 来修行 你看随时都可以心生什么 欢喜 那这个就是喜菩提芬 再来就是清安菩提芬 清安菩提芬 清安菩提芬呢 也有 的是把它讲成是叫做除觉知 好 除觉知 或者除菩提芬 或者是在这里面 八痕经里面它是讲乙觉芬 有没有 乙本 这个字呢 也就是清安 平静 清安的意思啦 它称为乙觉芬 也就是说 要身心怎么样 没有出众的烦恼 好 才能够真正得到什么 清安 所以这个清安不是说 心变那个身体变得很轻巧 对不对 没有重量不是指这个 而是说 你还没有修行以前啊 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 哎 烦恼深重啊 有没有 好 这个 整天啊 忙在这个五欲六层里面 然后整天就是 烦恼东烦恼西 做了 做这个 也痛苦 做那个也痛苦 好 所以呢 这种心 整天都在烦恼当中呢 哎 我们 造成什么样 身出众 心也出众 什么叫身出众呢 出众也就是身体变成怎么样 哎 很 很 不舒服 对不对 很不自在 然后 然后 变成很 无力感 好 或者很疲劳 好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就是 堪能性很差 好 然后记忆也衰退了 好 什么东西记不得 然后忙忙乱乱的 忘东忘西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 身出众 身很出众 甚至呢 最后有的还会变什么 生病 好 病痛 好 因为心烦恼 身就一定什么 病痛 就来了 好 然后 心出众是什么 好 那个心啊 整天啊 就是 活在忧悲苦恼当中 然后 凡 懊悔 或者是矛盾 冲突 对立 好 所以呢 永远不得什么 情安 那 佛就是发现了 诶 我们修行 透过 如果透过 四念处 对不对 禅修 直观的这种修行 诶 慢慢呢 你的心就可以怎么样 安住 好 不 不攀缘 不向外攀缘 不要 去 那个 诶 抓取 外面的境界 对不对 好 不受外境所影响的话 不妄念纷飞 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 这样呢 你那些烦恼 那些妄念 自然就会慢慢什么 止息 好 那心 是越来越什么 轻松 安详 自在 解脱 那这样就是可以得到什么 清安 好 得到一种清安的觉受 所以 像 像 我们 龟一以后 龟一以后 很多 很多男生 他龟一以后呢 就开始 不喝酒 不打牌 因为要守戒 所以呢 他以前喝酒打牌 他还不觉得他自己是在 怎么样 烦恼当中 他不觉得很粗重 很烦恼 是不是 喝了啊 吐了啊 满地啊 然后他照样又再去喝 他不觉得这样是一种 很苦的事情 不会 不自觉 然后后来等到 以后 持戒 不再打牌 不再喝酒以后 他就发现 我的精神状态 整个就变得非常的好 是不是 然后呢 哎 身心呢 不会为了 因为喝酒 闹事 产生了一些问题 或者家庭 家人的 责备等等 没有种种的压力 身心呢 怎么样 也不用担心打牌啊 打输打赢 在那边牵肠挂肚 身心就得什么 一种清安自在 像说 我们如果不玩股票的人 修行者 你都不去 玩那种投机的一些 事业的话 那 你 外面不管那个股 股价 那个 到底跌到哪里了 每天呢 你都不用去担心 看着那个 股市的那个曲线 在那边 上上下下 对你来讲 有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不必再什么 担心受怕 完全解脱出来 身心就是非常的什么 清静自在 那这个呢 唯有啊 你自己 真的 从这种 烦恼当中解脱出来的 你才知道 原来 那个清安的感觉是什么 就好像说 你本来是生病 对不对 哦 那个头昏脑脏啊 头脏脏的 身体也酸痛啊 诶 然后等到看了医生 那医生给你吃了药 哇 整个就怎么样 身心清安的感觉 就出来了 诶 再也不会头昏脑脏脏脏 然后呢 诶身体就觉得很轻松 很有力气 对不对 走路有风 跟以前这样病奄奄的 走不动 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 修行呢 也就是这样子 当你能够真的 持戒 然后得定以后 诶 你心就会得到一种什么 清安乐 清安乐 那是不是就是等你 没有其他的欲望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对 那当然要得清安乐 你是说有欲望 他就会有所求 求不得他就会苦 对不对 所以有欲望呢 还是指说他的心还是在贪嗔痴里面 所以他不可能得清安乐 所以基本上我们 如果说要真正得到 所谓 禅修 达到的这种清安乐 一般来讲 是要达到真的未到地定 的这个境界 就是快要入出禅 未入出禅之前 有先有一个叫未到地定 修禅定 修到这样的 就有清安乐的感觉受了 那你 你不是勉强自己去做在那里 能做很久 没有用喔 而是你的心真的已经怎么样 没有那些 你所谓的世间的那些什么 五欲 那个欲望 你已经能舍 能除啊 除欲界的欲望 然后呢 这样子 你慢慢的你心的那种 就是身心的清安乐会出来 已经不会说还要再对峙啊 当然 那这个还是在有寻事的 的那个 有寻有事 有寻有事 上次讲过没有 嗯 寻 也就是说 欸 你 那个 心一跑掉 欸 你就知道把他抓回来 是不是 心一跑掉 你就知道把他抓回来 这称为寻 好 那是呢 就是 你能够 保持在正念当中 不要让心跑掉 有这样的绝招力 这个就称为寻 好 那就是说 你心能够安定 安静在一个所缘筋上 这样子呢 你慢慢的 好 外境呢 再也不会影响你 这个清安乐就会 产生了 如果达到喜 有喜的觉知 喜啊 乐 一心 进入一心 的这种状态呢 心 一 入一心的这个出禅定的时候 那个就有所谓的三昧乐出现 三昧乐出现 而这种三昧乐的 乐的觉寿呢 三昧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定 三昧正寿 那这种禅定呢 这种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的 也就是说 真的去达到这种境界 他才能 能够真正了解 对 对 就是 所以要先清安才能定 对 就是清安乐 然后最后再进入三昧乐 好 三昧乐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 我们这一念心 身心的烦恼啊 透过修行 能够越来越轻 到最后呢 没有烦恼 这样子的境界 才能够有觉悟开悟的一天 才有机缘 如果你心老是在忘念烦恼当中 那是不可能 好 不可能觉悟的 好 第五个就是念菩提芬 就是明记定慧使其均等 这个念呢 也就是心在意在还有事在 心意事都在当下 这个就成为念 也就是念之在之的意思 什么意思啊 这个还是很玄 其实我们把它讲比较白话一点 也就是说 活在当下 心呢 好 就跟着你的动作 心 跟着你的动作 你的动作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的心就是 知道他在做什么 好 但是这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知道 好 那不打任何的妄想 这样就成为念菩提芬 譬如说 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知道我在走路 很自然的 那但是不是修那种说 像那种 把整个整个精神 注意力全部放在脚的 动作上 比如说我们修精神 有的是说 提 遗 落 触 有没有 这个是在修 比较倾向定的部分 好 就是他要 就是说 如果 有 有 一样这样做 有的人是把全心 放在那个 那个 那个 脚上面 那这样子呢 心细在一个 所缘境上 而不散乱 那这个是修定 他就变成 专注在这个动作上 那其他通通怎么样 不知道 是不是 如果有其他忘念来 他就把它就抛开 只专注在这里 其他的境界来 他都不知道 就好像说 你念佛 如果是 心 专注在念佛上 那你的 你能不能做别的事情 你就不可能 是不是 你专注在全心 一心一意就是念佛 然后不让任何念头进来 所以 你不让任何境界进来 那这种呢 是修定 对不对 好 在训练专注 一个境 一个 一件事情 这个是专注 那 这种是 可以达到定境 好 可以达到 这个 欸 我们所说的 这种 止观 修止观的这个止 把心安住在 好 一件事上 不打忘念 这种 那这个念 菩提分 他 是倾向说 我在吃饭 知道我在吃饭 好 心 就是 我知道我在吃饭 好 然后 那个 我要睡觉 就知道 我现在要睡觉 那我站起来 我也知道 我站起来 我坐下 我知道我坐下 那我现在在走路 我只是看着 知道 我在走路 心很清楚 知道我在走路 可是不必去 去很专注在一个 走路的动作 怎么样走 对不对 不是这个 他只是很清楚的 看着 知道 我在做什么 所以 他的心是什么 开放的 任何境界 他是随时可以 奇观的 是不是 所以他 他这种念 他知道 我的心 在做 我 知道 我在做什么 所以他走路 他一样可以走路 然后又不会去撞墙 也不会撞到电线杆 他只是知道 不理当下 但是呢 他还是很清楚 知道 也会走路 那你如果修定的话 很可能你专注在你的脚 哇 可能你的 你心 前面有电线杆 你可能就没有看到了 就撞到了 这样 懂的意思吗 所以 这个念 只是你很清楚 像百丈禅师啊 他们修行 到后来 他们的修行是什么 鸡来食困来勉 他就是很清楚知道 我正在做什么 好 然后 不加于其他的什么妄念 分别 所以说有一个禅师 有一个法师 然后他的弟子就问他说 师父啊 请问 你每次都在讲四念处修 到底要怎么 四念处要怎么修 那他师父他平常就是 依着四念处在 活在每个当下 也就是说 行住坐卧 他随时 做什么事 他的心就是安住在那里 他都不打别的妄想 不去 不去做其他的妄想 分别 结果呢 他一听到他弟子 又问他说 怎么样修四念处 他这个时候啊 就很生气 他说 我已经跟你们讲那么多遍了 你还还问我说怎么修 哦 然后就就骂骂 骂了几句以后 他发现 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知道 哇 我的心已经怎么样 失去正念了 所谓的正念也是 可是我 怎么样 要安住在每一件事情上 他就赶快回去找 我从哪里 失去正念 他说哦 原来啊 他问我那句话 我是听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那我 应该是 针对他那句话 去回答就好了 可是我没有啊 我是怎么样 马上想到 我以前就讲过了 你怎么那么笨 这个就是失去什么 当下的那个正念 所以他就 赶快回去找 他就不讲话了 不讲话 然后在那边回想 哦 原来我 我从哪个地方 失念了 失去正念 所以我就要从那个地方 再开始 所以他就 都不讲话 然后那个土地呢 看到觉得很奇怪 他说诶 怎么师父突然 骂一骂就停掉了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师父啊 就回去观照 原来我是 在哪里 错 产生错误了 所以 他又 重新开始 好 针对那个弟子问的问题 去跟他讲 然后 就 心平气和 没有任何的 这个烦恼出现 妄念出现 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 你听一句话 没有 在那句话 正念在那句话上 你其实已经堕到你的心的习气的反应上去了 对不对 你马上就怎么样 你那个称心就马上起来了 你以前 觉得他很在意的事情 一听到你马上就起反应 所以你已经是堕习气的反应 而不是 当下应该有的反应 那这个就是什么 没有活在什么 当下 没有在正念之下 这个就是念菩提芬 所以修 这个 修念菩提芬 也就是 像佛告诉我们的修事念处 这个 也就是在你的身体感受 对不对 感受 然后还有心念 还有这个法 思想 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观念思想 这上面呢 来 平时就这样子很清楚的观观察 这样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念菩提芬 是不是 就是 也就是说你的心 随时都保持在 就是都活在当下 心不染成 不要被静所染了 不要被静所染 如果能达到 随时念念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念菩提芬 第六个叫做定菩提芬 注解是写心为一静而不散乱 心为一静 其实就是指专注 好 我们刚刚讲说修定 就是专注 好 在一个所缘静 比如说 有的人专注在佛号 对 念佛 有的人专注在这个 词咒 对不对 有的人专注在属席 对不对 好 等等 那这些都可以 好 这个其实在训练 好 我们的定力 这是在训练 定力 其实它只是一种方便法 其实也可以说是初级般而已 定的一种修止的法门而已 就是妄念要让他止息 舍妄念而归于淫念 归于淫念 那不然我们的心老是怎么样 妄念分飞 所以先因为叫他不要想是不可能的 不打妄念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好先怎么样 以一念来替代什么 妄念 种种的念头 然后慢慢的让心专注 专注 而不散乱 那这样来对峙我们的妄心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是方便法 因为 这个是 没有办法 这种定是没有办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 但是呢 它有什么样 有它的必要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没有定力的话 没有修止 止的这个法门的话 它也不可能得定的 境界中 它也不可能 念念 都能够再保持正念 是不是 也不会对境不动 它一定会 一看到境界 马上就怎么样 受影响 马上就攀缘 所以呢 那 这个 修止的法门 它这个 只是 方便法 也可以说是一种外道法 比如说修四禅八定 都是属于这种 硬压住 不要让它起念头 是不是 然后 妄念不让它升起 好 那境界来都不管它 请问 境界来都不管它 任何念头来都不看清楚 好 不知道 没有办法 绝观 那这样子 有没有办法开悟 没有办法 因为它不知道它自己真正问题所在 是不是 好 所以它只是逃避 是不是 或者是 如大石压草 只是暂时把妄念 烦恼放 压住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去 透过 理解 而放下 它只是 没有真的去断 断这些无名 所以 这种定 只能说是什么 外道定而已 一种 定的境界而已 我们所说的叫凡夫定 那佛法的定 是真正是什么 透过这样的修行 最后要你进入的是什么 心不被静转 对静能不动 而不是只坐在那里 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而已 而是在任何的境界 面对任何境界 境界一来 你都不会怎么样 被它影响 比如说 人家对你的称机毁育 对不对 或者面对苦乐 忧喜等等 这些境界 你都不会怎么样 受到影响 这个才是我们佛佛 佛佛要我们所修的 这样你才真正能够离苦得乐 对不对 真正得到涅槃了 也就是说 境界来不被自己的习气所转 不被自己的习气所转 那这样就是有定理 就是有定理 那当然了 刚开始一定是先从这个修止 对不对 好 这种专注一镜 一个所缘镜 来修 慢慢呢 再到境界中 生活中 来观照 禅宗的定就是指这种定 禅宗的定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所修的 他讲的定 就是自信本定 自信本定 也就是说 你不是透过修行而得到的定 而是透过智慧了解 心怎么样 能够离相 知道说相 其实都是什么虚妄的 无常的 所以呢 心不执着他 不执着他 就不被他什么所转 所染 所以才说 若是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为绕 对不对 他就可以在境界中 怎么样 随遇而安 随缘不变 不变又能随缘 是很自在的 所以他 这种的定 就是真正的 佛要我们修的自信本定 因为智慧而得的定 第七个是行舍菩提芬 行舍 舍诸妙妙更行尽义 什么是谬妙 谬妙当然就是 嗯 错误的虚妙的境界 或者这种 想法看法 那这种行舍菩提芬 就是 见行见舍 也就是说 他不执着于 他不执着于 某一些境界 某一些想法 观念 不执着 他不执着 不度两边 的这种智慧 也就是说 他能够保持中道 不度空也不度有 不度常也不度无常 最后呢 其实我们常说 他就是说 对他自己的身心世界 他都能够不执着 这样 这样的 慢慢的 一个 一个修行 的境界 也就是说 你心不能执着 任何的境界 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觉得 我有修有正 所以呢 你一执着 内心就有什么 就不清净 然后内心 还是有苦 有执着就有苦啊 对不对 你有执着 你就会去跟人家比较啊 好 然后呢 有执着就有所求啊 所以有求必苦啊 所以还是没有真正解脱啊 那我们凡夫呢 是要舍什么 世间的五欲 对不对 那修行人要舍什么 舍这个禅定乐 的这种执着 贪着 或者是禅定的那种境界 这个都要舍 所以有些人他也修禅定 打坐的 我所说的是 那个静 打坐 静坐 然后他静坐 觉得身心很舒服 对不对 气脉畅通 然后没有烦恼 所以呢 他就变成很执着啦 很喜欢打坐 所以呢 有时候家人呢 小孩子 叫他说 爸爸你礼拜天陪我去做什么 爬山 他就说 不行 我不喜欢 好吵喔 对不对 他就觉得 小孩子很吵啦 然后别人呢 要他 家人要聚聚会啦 对不对 聚个餐啊 他也说 哎呀 好吵喔 好无聊 我不想跟你们聚会了 也就是说 他执着这种 清静 所以他就受不了什么 一般的 好 境界 一般的生活 好 那这种也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执着喔 好你也是一种执着 所以修行人呢 他要舍了 就是说你对境界的这种执着 好 然后还要舍掉你对身心的 好 有执着有一个我 对不对 好 还有有这个世界 好 我要 得 要能得到去 去到什么境界 得到什么法界 好 对不对 等等 要去什么法界 这有这些念头 有这些执着 那你呢 通通要放下 然后最后 连这个有舍的念头 你也要放下 不能说 哎呀 是因为 我要舍 所以我才舍 那你还有一个 我要舍 舍什么 舍什么 对不对 那你还是 有 有执着在 因为你这个还不是 自然的 无功用行的一种心态 好 所以我们常说是 无所住而生其心 如果你还执着说 我要住中道 好 那你还是执着什么 有所住 你还是住着一个中道 好 所以这样就是 还是有所执着 所以 舍菩提芬 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的心呢 最后 对 对任何境界 对任何的修行 你都是用什么 无功用行 无违法的 那种心 去修 去修 不能执着 就好像说 心要如一面镜子一样 好 镜子不需要起一个说 我不能分别 对不对 然后才不去分别 具质需不需要起这样的心 不需要啊 他自然就什么 不分别 好 那我们修行也是要修到 像镜子这样 他不是说 我不能执取 所以我才不执着那个影像 他不需要起这样的心啊 他自然就 不执着这个像 好 所以修行呢 不是 你如果还抓着一个 一个观念 一个 一个 念头的话 一个想法 好 有所执着的话 那你就是一种 还是有所执 还是有所执 好 所以说 行舍菩提分 也就是说 你在修行的当中 要能舍掉你那个 我执的 事心的分别 执着 要见行见舍 到后来 连舍也没有舍 这种 是属于无功用道的一种 境界 那 当 其实 在 这个 杂涵经里面 他是讲 像 念菩提分 他是 具足 就是 对前面 这个 六种 念菩提分 也就是对 六种 的 这种菩提 这种觉 他都要很清楚 都具足 为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七菩提分 是在 是所谓的对质 对质的药 那 当你的心 堕入 堕入 比较 为烈 他里面有讲 其心为烈 其心犹豫者 那就 不应该要修 这个 清安绝分 定绝分 舍绝分 为什么 因为他心已经怎么样 心力很弱了 好 就好像一把小火一样 随时都快要灭了 好 所以呢 他已经心力微弱 都不想动了 好 就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修清安定舍 因为这个是更静 更定 更不想动 这个时候 当你发现你的心啊 没有观 观的力量 只有 止的力量 止 想要止在那里 都不想动 不起心不动念 这样 这种心态 那这样子是 会 再继续下去 会堕入分层 所以这个时候 欸 你就要对 用什么 折法 精进喜 好 的这种 心 这种菩提分 提起这样的一个心 心念 那这样就是可以对峙 可以对峙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他是在对峙啊 譬如说你堕入分层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折法精进喜 对不对 分层就是属于心力微弱犹豫的嘛 那这种就是 心堕入冷症的时候 譬如说生病啊 得到感冒啊 冷症 那你就要用热药 譬如说你冷咳 那就要用热药 对不对 来治你的冷咳 那你不能再给他吃冷的食物 来治咳嗽 所以我们说热咳呢 如果他是 那个里面太燥了 对不对 产生了热咳 口干舌燥那种 那你就要用什么 冷药 对不对 所以治咳嗽 医生都还要看你是冷咳 还是热咳 如果有痰的就是冷咳 对不对 那你就要 用吃那个什么 像 比较燥热的 那个 热咳的话是用离子 冷咳 就是 我记得以前我们是用那个 麦芽糖 蛋 葱牛奶 这样让他怎么样 增加他的元气 补他的气 冷咳的话就是 气 比较虚啊 体力比较虚的 那时候你就要补他的体力 补气啊 所以说 热症用冷药 冷症用热药 那你多 所以 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 在直观的时候 有时候偏向 这个 昏尘盖 对不对 昏尘盖 也就是睡眠盖 对不对 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个 责法精进 洗 的这种 来修 来修 要提起精进力 然后 就要去听经文法 责法呢 也可以说 你就赶快去听经文法 或者 这样子 换一个方式来修行 不要继续 堕分尘 那如果是 调举 妄恋分飞 对不对 那你就 不是说还要看很多书啦 又要想东想西 又要思维法义 又要那个 精进 对不对 要怎么修怎么修 他这个时候要做 就要在什么 修定 修除 除觉知 也就是清安菩提出 菩提分 修行舍菩提分 那这个是 可以让他的心怎么样 定下来 妄恋分飞的时候 就修止 那止过头了 定过头了 就要怎么样 让他静静起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 念就是要 持持保持 这样的一个什么 定会等持 的一种状态之下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怎么样 那好了 那 干什么 我 可以 了 这 真是